照片景深的制作 一般我们测试景深 像片怎么样呢 就是你的主角非常清晰 但是背景要模糊一点 好,来 Photoshop开起来 预设就变成背景图层 是有上锁了 一个好习惯先拉下来一份吧 把这拖椅到这里来放开 第二个 那就复制一份 把眼睛关闭 那Ctrl加 把这个瓢虫选起来吧 Ctrl加是放大 首选一定都是用这一颗 快速选举工具 那沿着周围画 你仔细看有时候其实会过头 到这里,然后脚 然后点这里 后面这边搞砸啦 因为它这边太接近了 没办法判别 来,那用减吧 这是范围啦 尺寸这是范围 老师怎么选成这样 CtrlD 再来一次 这次换小一点 笔头设小一点点 为什么设小一点 因为我们这张图真的不大 现在是400% 圆图是Ctrl键加1 圆图只有这样而已 因为我把它放很大 所以你觉得 我笔头很小啊 其实这个很小 再来一次 现在是12 我说要小一点点 6就好了 沿着周围画 它的扩散范围不要到那么大 再眼镜到这里 这里到这里 点一下这个也让你选了 那这个角的地方 没办法咯 快速选举帮不了 我们再点下去呢 一定是长这样 那减掉呢 减这里 所以快速选举有时候长得没办法 接下来谁来帮忙 下个动作还是使用这个 多边形套手比较快了 我大概不喜欢放到这里 来来来来 先减掉吧 先点一下放开 开始点一下放开 按两下就去掉这个 哦我选错了 我选到哪里 加要哪一个 减 选举可以减 再来一次 把它框起来的地方 点一下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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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要去掉的 那一样 按着空白键 其实可以再放大一点 非放大不可 按着空白键可以移动 再减掉哪里 剪到这里剪到这里 剪到这里 把它包起来 那 按两下结束 那再加 把这只脚加回来 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按两下结束 那这里有一点点 这里有一点点 有时候一点点画框 套手画就是什么 哦 太小了 回到这里来吧 你看见吗 所以步驟记录很重要 可以帮你救回来 这太小了 来 那就不要管它 那这里也一样 再来按空白键再拉一下 我还是喜欢多背行 套手工具比较好一点点 来 这是加哦 加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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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刚刚那个触角地方 没有选到的地方 其实这个范围真的不太大 我先把 按两下结束加回来 剪掉中间这一块 再来剪掉这个 其实我现在看也不是太清楚了 按两下结束 剪掉这个 按两下结束 好来 再加这一块 加 点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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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稍微点快一点的 好来 又加回来了 那再来这触角 这边还有触角 好 其实我这边看也不是太清楚了 好 来再检查一下吧 空白键 压着沿着周围 像这后面选的好烂喔 有看到吗 这快速选取工具 这大自然界不可能那么平整 让你选了 来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 这样可能等一下选完 这周围会更平整一些些 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好 按两下结束 这个 那再周围检查一下吧 这里 看要不要再做调整 好来 再修一下 点一下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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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按两下结束 还有这一段 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 好 大致结束了 选的半点好辛苦喔 所以下一个动作呢 就是按右键 把它储存下来吧 因为选本来就很花时间啊 选完右呢 你接下来 如果懒得打字 直接按确定就好了 它会给你预设名称 就叫Alpha Channel 1 第二个就Alpha 2 Alpha是半透明的意思 灰阶半透明 再做这个 在电脑世界 选完了以后 来Ctrl-1 其实呢 你就接下来把这个瓢虫把它选起来喔 回到这里来 回到这里来 还记得吗 图层 Ctrl-J 就选起来了啦 那接下来 我们来做个有趣事 我想把这个瓢虫搬家呢 搬家的时候呢 好把这眼睛关掉 我想提醒你喔 眼睛关掉 这个瓢虫原来位置在这里 对不对 我先把它删掉 在FlowShower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们再看一下 好用套索工具 沿着周围把它删掉 我想把这个瓢虫 等一下不要在这里啦 我想把它搬家 搬家呢 还记得搬家有个工具吗 有个功能叫做 内容感知 那就把它搬到这里来 它会自动运算喔 不过看起来 你等一下看起来 看起来怪怪的 对啊 Ctrl-2 这内容感知好像在这里呢 不够不够好呢 来我们先把它删掉 删掉就漏白了 空白以后呢 再来怎么办 编辑 这个空白的地方喔 编辑 填满 填满什么 这个 内容感知 请你帮我侦测周围的树叶 把这个瓢虫被挖掉的地方 帮我补上去吧 他帮你补这样 OK吧 再把这个打开 这个 那这个呢 看一下这个 眼镜关掉吧 这个 这个可以调位置喔 这个 这是我们刚选起来的 喔 拉错位置 我要拉的是谁 瓢虫啦 我想搬到这里来 那这是刚刚那内容 反正是帮你补的 这个 所以它可以做这些效果 好来 我们把背影做模糊啦 刚玩了一下 那如果不要换位置的话 没关系 来再回到原来位置吧 我刚移动这里 来 再拉一份 这眼镜关掉吧 这一层把它变模糊 缩小一点 清楚的瓢虫在这里 背景这个地方就在做这个景深效果 滤镜里面的模糊 高色模糊我最喜欢用的 那不要模糊到那么多 一点点就好了 那做完以后再把这支 更锐利喔 我希望这支瓢虫更锐利更清晰 整张图去调就从这里来 就直接锐利化就好了 智慧型锐利化我来调整 我希望它更锐利 强度更强 不过其实 这支实在太小支了啦 那这个就这样 就是叫景深效果 你的主角清晰 背景是做模糊的